What's in my Bottega Venetia Chester bag? 哈囉大家好 我是沛 歡迎回到我的頻道 今天呢 這一集是被大家真的是 request到不行的一集就是 What's in my bag? 去年 好像是去年吧 是去年嗎? 2020年 快要是前年了 Oh my god 我有拍過一部 就是在台灣的時候那時候拍的一部 What's in my bag? 那我會把那個連結放在這邊 大家有興趣的話可以去看看 那個算是我還蠻早期的幾支影片吧 那時候整個那個畫質還有那個set up 還有那個就是講話的感覺就是 啊! Anyway 這次呢 就是來一個更新版的 What's in my bag? 英國倫敦上班族版的 What's in my bag? 那首先呢 我們就來看 我們這次的包包呢 是哪一個包包 這個包包呢 大家應該都知道了吧 就是我真的常常背這個包包 這個包包呢 是Bottega Venetia Chester Bag 這顆包包呢 一開始它其實是沒有名字的 它就是叫Shopper Bag 但是後來呢不知道為什麼 反正那時候是舊設計師 Thomas Maillard 到後來的最後設計師的那兩年吧 他就決定要把它取名為叫做 Chester Bag 那這個包包呢我真的必須要講我自己真的很喜歡 首先他就是有這個小編織的這個元素嘛 這個是BV他們家最經典的這個編織的元素 但是他跟另外一款很相似的一款叫做 Carbac 也是那種 Shopper Bag 它是那種正反兩面都是編織的 那一款比較起來呢 這一款 Chester Bag呢就是他又更適合平常背出去 而且這個包包超級輕 就是你把裡面的東西全部拿出來的話 他這個包包的重量呢 可能就是你完全沒有辦法感覺到他的重量 因為他完全呢就是皮革 而且呢他就是就算是五金的部分 他也是只有一點點才有五金的部分 一點點而已 然後呢跟大家小小的八卦一下 就是這個包包呢我當初是多少錢入手的 這個包包呢那時候在BV他們家的那個 Retail Price 就是賣給社會大眾普羅大眾的這個價位呢 大約是2600英鎊左右 大概是什麼2680 2690之類的 可能有一度還要飆升到接近要3000塊 總之這一個包呢那時候是一咖還蠻貴的包 因為他是大包嘛 不過呢大家猜猜我那時候是用多少的價錢入手 那時候呢就是BV他們家有辦一個 Sample Sell 就是只有員工才可以買的 這個包包呢我是用200塊歐元入手的 所以等於是200塊英鎊不到 大概是180塊英鎊入手的吧 是不是很划算是不是真的是不買對不起自己 對所以呢這個就是我們今天要看 What's in my Bottega Veneta Chester Bag 跟大家講一個小細節 就是這個包包啊他的背帶這邊啊 是可以調整的 所以說他這個肩帶這個長度啊 可以依據你外套那個厚度來做調整 外套比較厚就調長一點 夏天的時候就調短一點 JECA包包呢目前在各大的Outlet 應該都還是找得到 所以說我會覺得說如果你今天有幸呢 在Outlet看到他價錢真的蠻甜還不錯的話 我覺得真的是可以入手 我自己真的很推薦JECA包包 當作通勤的包包啊真的真的真的很適合 那我們現在就來看包包裡面裝什麼吧 這個呢是我平常會去上班會帶的一些東西 那我就隨便拿不按照順序 這一支呢是一支Topshop他們家的雨傘 這支雨傘呢其實是我跟我公司A來的 這個就放在那邊放很久沒有人要 然後我就想說這支也是不錯的一把雨傘啊 Topshop的然後呢就是黑色的 Very basic 然後呢就大小也還蠻適中的 所以我就覺得就把它占為己有了 Anyway就是一支在英國必備的雨傘 我知道有些人都會說就其實英國人沒有在撐傘等等 可是我不是英國人啊我就是要撐傘啊 有時候我頭髮你看像我今天頭髮捲的那麼漂亮 如果外面突然濕氣很重開始下雨了 我覺得是要撐傘啊不然那個雨一滴下來 我這個髮型就毀啦 或者是最討厭的是有時候那個下雨啊 下一下下下下 然後那個水就從你這個額頭這邊這樣滴下來 再來呢是我的新手機 這是我的iPhone 13 Pro 我買的是白色的 然後512GB 這個是我的型號 然後呢我的這邊有一個殼 你們大家可以看我的相機 對我是用那個Castify他們家一個鏡面的殼 那這個殼呢我其實就是覺得蠻好看的 雖然說它非常非常非常的沾指紋 但是我覺得它整體還蠻簡單有型 而且就是你知道有種fashion的感覺 下一個呢是Kindle Kindle大家應該都知道吧 就是電子書 那Kindle呢我覺得很方便的是 就是如果你懂要怎麼用的話呢 你可以免費的看書 就是我以前還傻傻都會去Amazon上面買 就是你知道那些電子書等等之類 可是Amazon有一個困擾就是說 它很少中文書 即便是簡體中文也還蠻少的 所以說我就覺得看起來沒有那麼爽 當然我也是會看一些英文書啦 但是呢我還是比較喜歡看中文書 還是比較你知道 Straight to my heart 比較能夠意會 我自己有個習慣啦 就是在Kindle上面看的書呢 都是比較一些簡單 輕鬆 所以說如果有一些書 是我需要好好細細品嘗啊 花時間好好做下來看的話 我還是會比較喜歡實體書的那個手感 而且我超喜歡摺紙的 就是很喜歡摸那個紙 所以在Kindle上面的書呢 都是一些簡單 揮諧有趣的 像是例如說 The Confession of the Shopaholic 就是購物狂的自白 應該是這樣唸吧 購物狂那系列啊 真的是只要我去Holiday啊 或是我閒閒沒事 或是想要放鬆一下 就會看一下 因為真的很好笑 而且它的地點呢 就是 購物狂那系列啊 在英國倫敦 所以我就很有你知道共鳴這樣子 然後我最近呢 也放了一些三毛的書 在我的Kindle裡面 所以說就是 有到時不時也可以來看一下 三毛的書這樣子 蠻開心的 這個Kindle是第幾代什麼的 我真的是已經不可考了 這一個呢 是我2014年買的 所以說也是六七年的 也是應該是蠻舊的一個版本 但是都還堪用啊 什麼都還蠻正常的 耗電量也不會很快啊 然後螢幕我也沒有給它刮到 或什麼的 然後整個就是 我覺得就是一切都很OK這樣子 所以我就繼續使用 再來呢 我的包包裡面呢 一大堆膠原蛋白 我跟你講 這個膠原蛋白也是蠻莫名其妙的 因為我最近就離職了嘛 然後我之前就會在我的辦公室 放些膠原蛋白 其實我後來就沒有再吃了 所以說我就把它拿回家 這樣子 所以才會在我包包裡面 所以平常是不會有這些膠原蛋白 但是剛好因為就是 今天拍的時候它在裡面 這個膠原蛋白呢 我不知道它是什麼牌子 它上面就寫膠鹽這樣子 Coligen 然後這個呢 是我爸爸 他有一個做臉的朋友 在宜蘭 然後呢他們有在賣這個膠原蛋白 之前吃我妹就覺得還不錯 所以我就跟著我妹一起吃這樣子 但是因為很久沒有回台灣 所以也沒有辦法補貨 那剩下這些呢 我可能就把它吃完就算了吧 大家有什麼推薦的膠原蛋白的飲品啊 或是什麼你知道補充啊等等之類的 可以推薦給我嗎 因為就是 我其實又想要吃 但是就是想要買一個 就是在英國當地取得比較方便的 再來裡面還有一堆 這些是那個郵局的收據啦 因為我最近就常常寄一些包裹給我的朋友啊 或是交換禮物等等之類的 然後都會留著這個郵局的單據 因為它上面都會有那個tracking number 就是追蹤嘛 所以說有時候我可能想要知道 就欸到底寄到哪裡啦 到底什麼時候會收到等等之類的 我就會把這個留著 但是這些應該都是已經 就是11月底的了 這些我都可以丟掉了 這個我等一下就要丟掉了 再來呢這個是 哇這個大家的老朋友 這個是龍貓的AirPods 這個就是一個龍貓的殼啦 裡面就是AirPods 然後這個AirPods 它是第一代的AirPods 就是我真的是一個很念舊的人 因為我發現啊 以前年輕的時候啊 都會喜歡買一些新的東西 太久換新的那個速度很快 但是我覺得不知道為什麼 可能是因為自己開始賺錢了吧 就會覺得對錢會比較珍惜 2019年的樣子我買的 用到現在 它現在已經有點開始小小壞掉了 就是有時候連結不上 或是很快就沒電啊 或是就是有一耳有聲音 另外一耳沒有聲音 我就覺得很煩 但是我還是沒有想要換掉它的那種衝動 我就覺得就是我很喜歡這個殼 所以我想要繼續用這個殼 這殼真的有夠可愛的啦 你不覺得嗎 你整個龍貓這樣子 有夠大坑 有夠不實用 但是我就覺得就是你知道 可愛到一個不行 我覺得AirPods跟iPhone 真的是一個很無敵的絕配 雖然我男朋友很喜歡笑說 他看起來像牙刷 只是我就覺得你真的不懂 你真的不懂iPhone配AirPods 用起來是多爽 再來呢是 這個是一個小小的 算是腳架嗎 這個就是我平常 如果用手機拍Vlog的時候會用的 我之前有提到說 我會用那個 那個OSMO的那個 穩定器 那那個呢是蠻好用的 但是呢 平常的時候呢 我是用這個比較多 那如果說我今天就是 有可能我知道我自己要去一些 地方拍一些景色啊 或是什麼等等之類 比較大一點的那種拍攝 例如說我現在義大利的時候 我就會帶那個穩定器 但是平常呢 因為我自己覺得啦 新的iPhone 13 Pro啊 我覺得就是 已經很防抖了 就是我有時候用手持 我會覺得 哇其實還蠻穩的 所以說其實這個呢 以平常來說就還蠻OK的 那這個腳架呢 是我弟幫我買的 在光華商場買的 它好的一點是 它手機跟那個相機都適用 因為你看它這邊 它有一個相機的那個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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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摔什麼摔啊 然後呢你可以把它打開之後呢 這邊又是可以放手機的 然後它這邊呢 還可以拉長 下一個呢是一條護手霜 這個是Codaly他們家的護手霜 這條護手霜真的很好用 如果你有再找一條就是 適合外出的時候用的護手霜 我自己真的還蠻推薦這一條的 這一條的質地呢 它不是那種非常清爽的 那有一些護手霜就是很清爽 所以你擦到當下呢 會覺得有點保濕 但是大概過了三分鐘之後 真的感覺就完全不見了 或是你再去洗手一次之後 你手又乾得像什麼一樣 但是這條完全不是 它不是那種非常厚重的質地 但是呢它的質地呢是 它可以給予你剛剛好的滋潤度 但又不會油油膩膩讓你 就是用手機啊 或是打鍵盤的時候 都感覺得到那個油膩的存在 一個很剛好的一條護手霜 然後它的那個味道呢 也是很清香的味道 就是這種清香的葡萄味吧 所以我自己真的蠻喜歡 這條護手霜的 可以擠出來那個質地 給大家看一下 它的質地呢是這樣子 就是有一種 說清爽也不是太清爽 說黏膩也不會黏膩的護手霜 整體擦起來就是我自己覺得 在家裡的時候呢 就是用那種比較厚重一點的護手霜 因為在家裡就無所謂嘛 但是呢你在人家外面的時候呢 就是不要用太油膩的 因為很容易就是你知道 去弄黏到那個灰塵啊 或是你知道握那個地鐵的那個手把 那你黏黏的不覺得很噁心嗎 但這條真的完全不會 再來我最重要的就是我的卡夾 那我的卡夾呢還是用一樣的這一款 跟去年那部影片一模一樣 就是 Saint Laurent他們家的卡夾 這個卡夾呢 其實是我前男友送過的 但是呢 哇這段是要繼續用 因為我自己也很喜歡這個卡夾 它是紅色的 配金色的YSL標誌 有沒有覺得有點就是小小的那種貴氣感 我自己還蠻喜歡這個配色的啊 有些人可能會比較喜歡銀色的YSL 但是我自己是覺得銀色的我真的還好 我比較喜歡金色的東西 就是飾品啊 小東西我比較喜歡金色的 那我裡面的卡呢有一些就是 Oyster card 我要遮一下我的名字 對你們看一下這個照片 這個是我那個 剛來倫敦的時候拍的大頭照 這個是我的學生的Oyster card 那你們可能會想說 為什麼我已經不是學生了 還在用學生的Oyster card呢 就是啊我覺得有啦 幹嘛不用 因為你知道買這個Oyster card是要錢的耶 Oyster card是那個倫敦的地鐵卡 剛剛好像忘記講了 其實倫敦地鐵呢 目前現在也不一定是需要 Oyster card才可以付款 你可以用那個感應的卡啊 或者是Apple Pay也可以 但是我之前都會堅持使用Oyster card 因為我之前還沒有買30歲之前呢 你其實是可以去買那個叫什麼 Rail card 火車卡 那那個Rail card就可以加到你的那個 Oyster card裡面 然後你就可以在 某些特定的時段呢有一些discount 就是差蠻多的 做去市中心好了 如果是非尖峰時段是2.4磅 然後呢如果我之前有那個折扣的話啊 是大概1.6磅 所以就差了快要1磅了 就是一趟就差了快要1磅 所以說其實差蠻多的 所以我之前都會堅持一定要用我的Oyster card 但是目前現在就是已經沒有火車卡了 對沒有Rail card 所以我就不用用這個了 對但是我還是帶著啦 然後呢還有一張這個是我的 美國運通跟英國航空的聯名卡 那那張卡就是我的信用卡啦 對沒有什麼特別的 就是美國運通在英國小寶貝可以辦的話 就去辦一張 因為美國運通有很多很多不同的優惠 還有它會可以有那種幾點啊 或者是有一些什麼送Voucher啊之類的 就覺得還蠻推薦大家可以去辦一張的 另外再來也是我覺得必備呢 是Revolu card 如果你之前有看過我那一支 歐洲打包影片的話在這邊 如果你有看過的話 你就知道那時候真的是大力吹捧Revolu card 只要是住在歐洲小寶貝們呢 全部給我去辦Revolu card 再簡單講一次 全世界消費呢沒有手續費 可以免費的提領現金 然後跨國轉帳呢也不用手續費 講到這裡還不去辦嗎 當然一定要辦起來啊 所以對推薦 那我會把那個推薦的連結呢 放在下面的資訊欄 如果有需要的朋友呢 可以用這個連結 然後呢辦取Revolu card 我就可以得到一些錢這樣子 謝謝大家贊助 另外一個呢也是在英國生活最重要的呢 就是我的BRP card 不知道什麼的 太多個人資訊了 反正就是我的BRP card 就是所謂的身份證吧 ID這樣子 其實在英國他們 大家是沒有身份證這個東西的 但是呢就是因為我是移民嘛 然後呢我也不可能 每天把我的護照帶在身上 然後我也沒有在英國的駕照 所以說呢就是這個BRP card 算是一種身份的證明吧 所以我都會把它帶在我自己身邊 那給大家看一下我的BRP card 上面的照片呢 那是生醜 醜到不行耶 這個是當場現場拍的 有夠醜 有沒有很像那種鬼片 裡面會出現那種 你知道小巷或是女鬼 再來呢這個是 這也是一模一樣的 目前也在用的這個零錢包 一個科基的零錢包 這個零錢包 跟我還蠻不搭的 但是就是我覺得它蠻實用的啊 就很可愛啊 然後裡面就放一些現金啊 放五磅這樣子 然後還要放一些零錢 那這個小零錢包呢 是我就是在那個台北那個路邊攤買的 就是常常都會有一些擺攤的人 賣一些什麼那種你知道 小碎花包啊 電腦包啊 小零錢包啊 或是什麼等等之類 便當袋什麼的 那就是在那邊買 好像一個才一百塊台幣吧 就很便宜 對然後就一直用到現在 好幾年了 還有這個 這個是 之前我有在這間公司工作過 就是大概兩三年前吧 有拿他們的那種 就是環保塑膠袋 不是塑膠袋啦 環保袋啦 那這個袋子呢 就打開就這樣啊 就是 對就這樣子 覺得它蠻好用的 然後還可以收成那個小小一顆 就可以讓你的包包裡面比較 你知道organize 這樣子 所以我就會帶著 忘記要帶帶子的時候 就會發現啊 其實我包包裡面有這個環保 但就覺得 哇 自己真的太聰明了 包包的主要空間的東西 就大概是這樣子 那我現在來看包包旁邊的那個小內袋 裡面呢有一排這個 這個不是藥啦 這個是那個吃那個養頭髮的那個補給品 對然後就是 你知道每天要吃兩顆 所以我就帶著 以防沒有我忘記 還有這個呢 就是衛生棉 我記得衛生棉好像有兩個 我看一下 還有一些小的啊 在哪裡 兩片衛生棉 喔天啊 這個 我覺得這個超白癡 我不知道為什麼就把它放在這邊 我等一下就要把它燒了 就是我之前就有一次 就要去辦那個墨西哥簽證的時候 就要照那個照片 然後我就沒有照片 然後又很緊急 就是當天馬上就要照到 所以說呢 我就是隨便去那個英國 你知道路邊常會有一些那個photo booth 就是你可以直接投幣啊 然後進去裡面就可以快速洗出來那個證件照 那個燈啊 還有那個照片的品質 真的是一個死亡的路線 就是 照出來的時候我真的 就是看著照片 我心裡想說那個人到底是誰啊 幹嘛看著我啊 為什麼我照的照片這個人跑出來 就是真的很不像我 看起來像一個什麼嫌疑犯 還是什麼那類的 我給大家看喔 看完你們不可以退訂喔 我覺得超白癡的 天啊 這太知道了 幹嘛拿出來的 OMG 這個就是 在英國死亡光線下的那個快速照相機 好醜喔 天啊 等一下我把他 趕快把它燒掉 等一下趕快把它燒掉 然後呢這個包包裡面呢 就有很多一些 那種怎麼講 Wet wipe 就是我之前搭飛機的時候 他都會給你很多種 你知道就是 什麼消毒的這種 你知道紙巾啊等等之類 就很像濕紙巾啦 然後還有這個呢 喔這個 這也是我從我公司A來的 這個是清理你的一些 例如說鏡頭啊 眼鏡啊 還有電腦的 那個你知道 螢幕等等之類的 我真的超級喜歡這些東西 因為有時候你常常就是會忘記 要去清理 然後你一下子就忘記就很久了 你就會很久都沒有去清理你的 手機的螢幕啊 相機的鏡頭等等的 然後之後你再去清理的時候 你就會發現 原來一直都那麼髒喔 天啊 因為我有一次就是 完全是超智障的 我之前就是用iPhone X嘛 然後那時候在用的時候 就覺得說iPhone X的畫質 真的太爛了 為什麼照起來都那麼糊 然後呢整個畫質就很差 那時候就覺得 我一定要趕快換手機 這個大概是今年大概三四月的時候的事情 然後結果後來才發現 會那麼糊的原因 是因為我的鏡頭太髒了 就是我根本就沒有去清它 他們都是一些指紋啊 都是一些你叫灰塵什麼的 所以說照出來的照片 拍出來的影片才會糊糊的 所以從那之後呢 我就整個有點上癮了 清理鏡頭 清理螢幕 清到上癮 再來呢這個是 這個等於爛掉了 天啊 BV他們家的包包呢 裡面都一定會有一個配套的鏡子 這個呢就是我的這個配套的鏡子 它會是一樣顏色的 哇好髒喔 天啊 也是一個品質很好的鏡子 這樣子就把它放在我的小內袋 一整套的一整套的 這個是一個Harris的Gift Card 這個Gift Card呢就是 它裡面好像有四十幾磅吧 就是我之前就是剩下的 要去把它用完 還不知道到底要在Harris買什麼 這個呢 這個呢是Dipty他們家的一個試箱子 就是上次我從義大利華的時候 在機場他們就有那個Dipty的免稅店嘛 然後我就試了一下他們家的那個玫瑰香水 因為我自己跟玫瑰香水是真的還好 我真的沒有很喜歡玫瑰香水的味道 但是他們家的玫瑰香水的那個味道還不錯 目前已經聞不太到了 再來呢是我的鑰匙 我的鑰匙呢就長這樣子 有一個這個 這個是我家的狗狗 它已經是在彩虹橋的另外一端了 但是呢它的名字叫做雪球 也是我人生當中的第一隻狗 帶給我很多的回憶這樣子 百波美很可愛 然後還有另外一個呢是 我們Harris家的那個 幹嘛講我們啊 明明都不在那邊工作了 Harris家的鑰匙圈 然後這個可以很值得講一下 這個呢是我在Amazon上面買的 這個呢就是你知道Tite 就是大家都知道那個 洗衣精的那個牌子吧 它有出這個叫做Tite to go 這個很酷喔 就是你看它打開是像這樣子 因為你知道我們有時候可能會穿一些白色的衣服 還有淺色系的衣服 可能出去吃飯 就你知道噴到醬汁啊 或是那弄髒或什麼之類的 它裡面就是有裝那個 可以幫你洗乾淨衣服的東西 我不知道是不是漂白水 我不太確定是不是漂白水 反正它就是你就這樣壓 你看喔 你這樣壓壓壓 它就有液體這樣跑出來 有看到嗎 對然後你就是把它弄在你的衣服上面 然後你可以清乾淨那個 弄髒的那個地方 所以說就是這個呢就是可以很快的 就是你知道針對那個髒掉的地方 先處理一下 之後回家呢再做一個比較完善的清潔 因為有一些髒污 就是你當下不馬上處理的話 它之後就會很難清的掉 你懂嗎 所以就例如說像咖哩啊 或者是像什麼肉醬啊等等之類的 就是那種顏色比較深的東西 你最好是當下可以給它處理一下 就讓它那個顏色先稍微淡掉 之後再洗也會比較容易洗回來 但是呢 如果你就是讓那個很濕的顏色在那邊沉澱 在那邊乾掉啊 然後再過幾個小時再回到家再弄的時候 有時候那個顏色就是已經吸收在那邊了 就已經洗不掉了 所以說這個我覺得還蠻方便的 如果你們有看到的話 我覺得這個呢應該算是 女生的一個 就是算是包包裡面必備的小物 接下來呢都是唇膏 天啊唇膏也太多了吧 OMG OK 唇膏呢 因為我之後要做一個唇膏的特技 所以我現在就不先細講了 不過我有一個這個護唇膏啊 這個護唇膏是我男朋友在Holland Barren來的 這個護唇膏就還行還OK 就是不是那種很水水潤潤的那種 它是那種比較乾乾一點點的 那我也蠻喜歡的 尤其是你之後還要上唇蜜啊 或是上唇膏的話 我覺得那個質地就是比較好 那我就是快要把它用完 它有一個那個臭臭起司的味道 但是我用到現在也蠻習慣的 雖然我沒有要跟大家講我唇膏色號是什麼 因為畢竟還是要為之後的那個影片 留一點底啦 但是我可以刷色給大家看 這個顏色呢是我最近超愛的 天啊 有沒有美 有沒有美 好適合冬天的有沒有有沒有 另外一個顏色呢是這個顏色 跟剛剛那個比較一樣 會覺得是很像 其實沒有 這個比較紅通通 這個有點裸裸灰粉的那種顏色 兩個上嘴都很好看 這個就是Bobbi Brown的顏色 它的包裝是這個顏色欸 這個顏色 就是你們平常看到會買這個顏色的東西嘛 然後它刷起來是這個顏色 上起來是不是 真的蠻好看的 這個水亮的那個光澤度 剛剛好啾啾的 好啦如果你想要知道我唇膏的分享呢 還有一些你知道試色啊推薦啊 請一定要幫這支影片給一個like 讓我知道你真的很想要知道 我就一定會做唇膏的特技好嗎 因為我真的最近呢真的是專注於在收集一些 比較冷門的唇膏色號 那種大家都覺得好看的 我就沒有必要再介紹啦 大家都知道了嘛 我就是特別喜歡那種比較特立獨行 比較冷門的色號 比較那種不是大家都會喜歡的 就是比較特別那有點 你知道不一樣的唇膏推薦 希望大家會期待好嗎 好啦那我目前的包包呢 目前裡面的東西就是這樣子就沒了 裡面現在完全就是空的 空的 現在你知道這個包包真的超輕的 超輕就是我用那個小拇指 可以拿完全沒有痛 你看連我小拇指連彎都不太彎喔 就是有些包包很重你會這樣整個凹下去對不對 這個完全沒有 這個就是我今天的What's in my bag 希望大家喜歡今天的影片 如果有想要看什麼一些其他的影片 其他的主題的話 不要忘記在底下留言跟我說喔 我們下次見 掰掰